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8月27日 昨天呢 本人做了一个评论节目 谈到美国的一架军机 也就是25号 U-2侦察机 这个进入了中国军演的进飞区 这个一尊是示弱 敷衍不敢动 只是外交部 只是国防部 新闻发言人 出来讲两句 这个不招编辑的回应 这个消息发布之后 看来这个一尊很在乎 一尊特别在乎那些 这个二鬼子 小朋友这样带路党 这个言论对他来讲 尽是颜面 还不错 昨天我看 南华走后报道 说是26号上午 中共终于火了 一尊这会儿做出大动作了 发射了这个 这个东风 26B导弹 两枚啊 一枚是从青海发射 另一枚是 浙江发射 你想这个距离过远 之所以选择这两个地方 我估计是向外界 释放一个信号 别拿这个豆包不当干粮 村长不当干部 我忍一忍 你还 这个 得寸进士 所以说非常神奇啊 就根据网络的消息 讲了 东风 26B 是美军 中程 核力量 条约 仅此的一种武器啊 说为什么 因为美国去年 以中国部署这种武器 为由退出了 该条约 说该导弹的射程 四千公里啊 这个打到 就美国本岛 美国本土没有问题啊 可用于对 这个对地面和海军目标 进行核打击 或常规打击啊 也就是做个核弹头就完了 这个很厉害 就看来 一尊这个 就脾气很爆啊 这会是大动作的 但是我就想 为什么 他这个 这个U2 侦察机来的时候 你不能整它一下 给它整下来算了 多 是不是 那是真本事 结果但是 看这个网络的消息讲了 这一次发这 这两枚这个导弹啊 发从青海和浙江发射 它发射的地点 这个是什么呢 是在海南岛和西沙群岛 自己的海域 这是门后刷大刀 弄到自家的这个 这后院里面 玩一玩 吓不吓我老美 但是不管怎么样 脚子过去 还显示有点强硬啊 所以说看了以后就很有意思 这个 本人认为啊 中国与之间的关系 的确是这个非常的麻烦 给我的感觉呢 这个老川普手里啊 握着是一大把 一大把的就拍啊 和中国在打呀 打了一张牌 已经准备好了下一张 也就是说呢 走一步 是这个 这个 留一步啊 这个习近平显得就非常被动了 除了吹牛 就很少像今天这样啊 还回应一下 不管怎么样 这个回应表明什么呢 表明啊 中国这个军事实力 好像在这个东风 这个飞弹方面啊 这的确是有些实力啊 那么 但是美国这方面啊 今天 这个习近平 这还没有等待这些 这个马屁性的 这个一片欢呼的时候啊 就已经打出了另一张牌啊 8月26号 美国已参与在南中海 继续施工 以军事活动为由 将24家中国公司 和一些中国公民列入了制裁名单 那就是说你帮助中共在南海 这个搞一些军事设施啊 来一些生意啊 这些公司看来 遭受了这个灭顶自在了 因为中共在这个南中海啊 建了很多岛屿 建了很多这个岛上的一个军事设施啊 这些东西都需要什么 需要这个土建啊 公司等等参与啊 那这些公司 这20家公司 接着就倒霉了 这说明什么 说明我刚才讲的啊 也就是 这个川普啊 美国啊 这方面 这手里的牌多着呢 最起码的还有大令 大小令 是不是啊 所以说下一步 这个制裁之后 这个习近平再怎么处来啊 是不是啊 而且还有个问题啊 这个如果下一次 我估计很快啊 再拍这个 侦察机啊 这个是油兔啊 还是其他的 型号的 再来飞一下 怎么办 要不要 直接把它记录啊 如果进入你这个军演 这个进飞区了 你既然是进飞区了 你进来 你按照你原先这个规划 是吧 这个规则 你是不是就要 把它给搞下来 搞下来以后再怎么样 是不是 有没有可能人家直接就是 给你进行军事打击了 或者干脆说信 这个像 这个对的伊朗那样啊 搞什么斩属行动 也说不定啊 所以说川普啊 这是这个 那是 不按昌理出牌啊 你很大预测都会怎么样啊 但是习近平给我感觉 还是被动 这个穷于英服啊 就手里没有什么 这个真正的家伙呀 那看看这一两天 再怎么样 在这之前呢 现在 中国在这个外交方面 看来 这个出于一种 比较孤立的状态 但是也是在努力啊 你看网络的消息 习近平现在利用就是 一个是杨洁篪 一个是王毅了 是吧 这杨洁篪 我看也是非常的 这个忙碌啊 和这个新加坡啊 只能选择新加坡 韩国啊 和新加坡这个李显龙 见见面 是不是啊 杨洁篪是六月的时候 见过这个蓬佩奥之后啊 在就是很长一段时间 就没有楼面 估计可能都参与了 北戴河这个会议啊 不清楚 为了和会议上 中共的元老和新权贵们啊 在外交方面 怎样的交锋 最后达成了怎样的 怎样的一个协议啊 或者没有达成协议 维持了基本的平衡啊 导致了什么 导致了外交政策的变化 这个变化就非常明显 可以看出杨洁篪 王仪啊 都是受习近平的委托啊 那是非常忙碌啊 除了刚才讲到杨洁篪 这是19号20号啊 这个李显龙 这个21号22号啊 那就是又和韩国啊 进行这个 这个外访啊 那么王仪也是一样 王仪是 这个是这次非常诡异的一个行动啊 就到了这个海南小城宝厅啊 这个地方 这见了这个 这个印尼的这个外长啊 那么呢 21号啊 见巴基斯坦的这个外长 23号 又这个 接了这个越南啊 外长啊 这个叫范平明 等等啊 接着又去这个欧洲啊 据说要访问意大利啊 这个荷兰 挪威 法国 德国啊 可能要要粉碎这个 蓬佩奥毛 这一圈形成的所谓的 这个联盟啊 正在进行当中的啊 这个丰独联盟啊 所以说 看来也是比较吃力啊 但是也在这个 农历啊 那么再加上 这个24号这个李克强 郭院总理在北京 四平连线啊 参加了这个蓝藏江 这个啊 这个湄公河 这个会议啊 你可见 他们好像也是不同的分工啊 也在努力啊 但是本人认为啊 最大的动作 就是刚才讲到这个 今天这个啊 就是南华早报 是这个 马云匹下的 那肯定是根据 中共官方受益的信息 发布啊 这个显示下自己强硬啊 也不要总是 这个丢面子啊 就发射了这个 这个导弹啊 那这一次来讲 就说明什么 说明 这个将导致 意味着 宗美的关系啊 进一步的对峙 要升级了 升级了 我认为啊 只要双方开打 不论在什么地方 是南海 还是台海 还是这个 朝鲜半岛啊 还是印度 都打破了 一些沉闷的 这种这个 修肌肉的这种僵局啊 我认为 中共是不堪一击的 恐怕是不堪的 但是对于 这个中共来讲 对一尊来讲 比较有利的 这个事情 就是什么呢 就美国总统老川普啊 这个 这个内政方面啊 也有一些麻烦 一个是什么呢 这个疫情继续这个 反来的 这个治理方面 的确是存在着这个问题啊 和美国这个政治制度 有关系 你很难像中国那样 强有力的 这种非常极端的手段啊 限制公民的 这个行动自由啊 你不可能用 大数据系 这个监控系统 去签订 这个很多人的 这个社交范围 然后 封门封窗啊 封小区 这个切断这个 这个疫情啊 这一点做不到 这也是这个自由世界的 一个 一个弱点了 专制政权呢 领导人一句话 就像对待这个 犯罪分子一样 就把那些患病的人 就给他 这个限制了 行动自由了 这个可以切断 的确是对治这个 治理这个疫情 能起到这个 这个立竿见影的作用啊 这一点在 在这武汉湖北 那是大幸祈祷 老三五次 就无法学这个 没有办法 他突破不了这个 就司法的限制啊 因为这个司法是独立的 你看他对那个抖音 抖音 微信呢 我听说都在起诉他 在这之前 他对那些留学生的限制 遭到法院的抵制啊 这也是没有办法 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十一月的大选 即将来临啊 拜登 也不要小看拜登 现在具有一定的潜力 而且还聘请了一个 聘了一个这个 这个非常的漂亮的 能说会道的 很有魅力的 一位女的副总统 伙伴 这也很厉害 女人自有自己的高招 这个东西也不要小看 所以说我看这一两天 美国的媒体都在报道 这个川普的 这个竞选啊 共和党的竞选会议啊 昨天这个老川普 还把这个 这个中午的维权的盲人律师 陈光诚扮助来助威啊 陈光诚是 那是英语提高的很快啊 本人看了以后都非常 感到就不好意思啊 人是真正下功夫了 像我这样懒人 这个英语 这口语到现在背过关 看好像还可以啊 听DV的问题 所以说 可以看出这个川普也非常着急啊 一旦落选就麻烦了啊 如果连任的话 那肯定对中共来讲 那是下一步没有好过的事啊 所以说习近平采取这次拖刀术啊 能拖一天帅一天 最好能拖到十元大学 川普下去 拜登上来 因为拜登的家族 拜登的儿子都被 这个一孙搞定了啊 共产党很善于公关啊 是不是啊 利用人 这个贪财好色的特点拉拢啊 所以好容易就控制住一些 所谓的政治人物啊 这个也很难讲啊 但是本人认为 川普升选的概率还是高一些啊 我是非常赞典的川普 谁反共我赞兴谁 很坦然 是不是啊 那但是习近平一边在拖啊 拖到数 能拖就拖 能忍就忍啊 这个丢尽了掩面 另一方面偶尔也是小事风貌 那今天上述讲到的啊 这个南华宝早报报道 就是26号上午 朝南海发射这两枚导弹 就是一个最新的进展啊 今天的读报点评节目 就到此结束了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再见